保研了还有必要考虑留学吗 其实没有必要 如果说你非常纠结的话 看这三点 第一 看宝道的学校 如果你能宝道的是比较好的985211 在内地的就业竞争力不差的话 只是为了就业 那留学没有必要 第二 看专业 如果宝道的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或者就业比较吃香的话 那可以主要考虑留学 第三 看投资回报情况 教育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投资 我们可以权衡一下这两种投资 保研在内地便宜 留学在海外比较贵 保研读研的时间一般比较长 留学海外的话一般学质比较短 另外有些项目留下来的机会会比较大 综合这三点考虑 再去想要不要留学